从2009年开始 我们听到了一个词 叫做新上山下乡 这几年政府有一些政策 扶持大学分 回乡创业 完了我们也看到很多经济学家 甚至一些企业家 房地产商 打着这个生态农业的旗号 再给政府洗地 造成一种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 这么一个概念 其实提到上山下乡 大多数中国人都还没有忘记 这一段耻辱 说白了 那是在国民经济 出现问题的时候 一种无赖的解决方式 据说 前前后后 大概有一千四百万 支持新年 被杀放到农村 包括现在正在当政的这帮人 我们看到最近有两个视频比较火 一个是习近平 说他自己扛二百斤卖的 走十里三道不换街 完了最近一段时间 又冒出来一个视频 也是习近平本人接受采访的 他说他插队的过程中间 不干活的 空的手 走到山坡上 都会气草气气 我们不知道哪一个视频是真的 但他真实地反映了一点 上至北京的官二代 下至城市的平民子女 从1968年到1979年 都在忙着上山下乡 我们知道那个时间 是国民经济已经被摧毁的 起无完肤了 根本解决不了 每年从学校 走出校门的这些学生 去正常就业 因为我们跟外部世界 两边都开始出问题 首先建国初期 他是搞得一边倒 倒向社会主义阵营 完了以后与英美交恶 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这一块 相当的好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 中共又与他 持续了几年发生论战 完了以后 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 也解决不了多少贸易问题 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 知识青年 没有地方可以去 只能往农村放 当时的这个做法 解决了城市胜于劳动力的问题 今天所谓提到的这个新上山下乡 就不仅仅是城市的知识青年 它还涉及到农村进城务工的这些人员 要回乡 重新 开始自己的生活 因为大城市 在外向型经济受阻的情况下 它已经解决不了这么多人的就业 大学扩造以后 每一个学生 都是各个家庭 含辛茹苦地 培养出来的 我们看到前几年 有一些科目相当地受欢迎 包括国际贸易 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 在南京上的国际贸易 完了毕业以后 现在也回到自己的家乡 去做一个公务员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老师 自己都没有从事过国际贸易 教他英语的 自己都没有出过国 可因标准不标准不说了 教他的所有东西 都是照着教材念 连实习的单位 都是我们帮他找的 学校根本就解决不了 他们这么多学生的就业问题 连实习单位都安排不了 因为我们知道 做国际贸易 做这些股票 期货 做这些东西呢 它都有一个杠杆效应 一个操作 失误 就有可能导致 整个公司陷入背囊 那么这些当年挺走时的 一些专业 为什么有很多学生愿意去念呢 招生的时候 都把前景说得非常非常好 零留学生四年上完了 要就业 发现他们拿的钱 还不如在工地上 做一天钢筋工 得来得多 泛泛而遭的这些学生 急急忙忙开的这些课目 最终 大学挣取了学费 学生根本找不到地方去就业 从现在的情况上来看 今年毕业的学生 只有一个环节 可能会受欢迎 那就是小语种 你会西班牙语的 你会德语的 你会土耳其语的 甚至你会东南亚 几个小国的 泰语 粤语 都比你学英语 比你学国际贸易 要是好找工作 几年下来呢 理论家为这个 新上山下乡 做了很多铺垫的工作 今年应该就算真正开始了 我们可以明确地认识到一点 这种把广大 知识青年 推向农村的 这种做法 作为一个政权来说 它是极端的不负责任的 上一次上山下乡 我们看到了很多悲剧 有很多人 在农村缺医草药 受到一些地痞的侮辱 最后为了回城 为了去当功能力学员 放弃了自尊 做了很多 自己从来就没有设想过的事情 不仅仅是吕知青 知青回城了以后 农村也留下来很多当地农民和知青 生下来的孩子 又造成了一些悲剧 到目前为止 这些传说 还在人们身边经常地会出现 我们这一次看到的 新上山下乡 比上一次呢 相对的来说要好一点 他首先 他有一个推广期 先做了铺垫 然后再树立一些样板 最终开始实现 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我相信 政府也会有一套光面堂皇的说法 因为美国的减税 因为西方国家不守承诺 没有按期给中国 自由市场的这么一个地位 所以导致中国外上型经济受损 广大的知识青年 要到农村去 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这种口号 我相信 今年就业季 就会在各大校园 贴出标语 我们没有办法 去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 是正在当政的这帮人 他们用了五年的时间 把一手好牌 打得很糟 周边所有的国家 都在跟我们实现对立 除了钱 没有一个国家 愿意接待 中国的领导人出访 没有订单 我相信甚至一个小国 都不愿意来吵紧他 你不管他说的再好 他把整个国际 国内的环境 已经搞得一团糟了 他又舍不得政权 又想要完完全全的 控制中国 还在清理队伍 还在做着 永久执政的 这么一个幻想 这个世界上 我们知道 联合国认同的国家 大概有190多个 加上30多个地区 那么大概是 2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一个党 吸附在国家身上吸血的 已经不多见了 现在呢 是一党专制 他把这个国家 搞得千疮百孔了 受不了草 在国际上混不下去了 他唯一的办法 就是回过头来 绑架全民 首先 他扩大了内在的规模 五年扩大了20倍 然后 他又清理了 城市 不太安稳的 这些打零工的 这些所谓的低端人口 保证 在城市里面居住的 都是受益的人群 现在 他又解决不了 青年的就业问题了 不仅要把 进城务工的 农民工 赶回去一大部分 还要把广大的 知识青年 他们高价 上了大学 给他们赚过一遍钱 那么这么一帮人 他们在推向社会 尤其是推向乡村 号称是要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 我们也知道 知识青年回到地方 他不仅仅解决了 政府头上的 失业压力问题 同时也给地方 封闭的管理 带来了一丝隐患 因为经过几年 大学培训的这些青年 他们满脑子 都是政府给他们 灌输的这么一个观念 地方上如果有一些动作 影响到 政府的执政 影响到中央的政策 这些人 汇报起来 打起小报告来 那是不用教的 一个比一个愤怒 从现在的情况上来看 没有什么理论 可以解释它 唯一可以解释的 就是这个方案 它一旦出台 就证明我们踏踏实实的 落入了计划经济的轨道 因为这个挣钱 它已经解决不了 民众的就业问题 只能推向社会 推向广大的农村 看起来你像是把火种 带到了乡村 其实 它给农村增加了很多负担 因为乡村很难容纳 这些满老子 自由 科学 互联网 这些新概念 甚至虚拟经济 网上交易的这么一大批青年 他们回来以后 和地方是格格不入的 我们知道目前的乡村 它主要 是黑白两道同管 白天 县委说了算 公安局 他能镇住地面 到了晚上 或者说乡村里面 几乎都是 半黑不白的这些 地域洗的天下 每一个村 竞选 村长 竞选 监委会主任的时候 都会出现会选 当然了 另外一个党支部书记 那是由上级任命 你花钱 也得往上划 跟村民没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知道 村里面 三个领导岗位 有两个是经过会选 出来的 那么这些青年 回到家乡以后 他们可能会看不惯 可能会憋不住 今后在农村 会出现很多纠纷 不仅仅是养活自己的问题 还有一个观念问题 我们未来会看到很多悲剧的发生 因为这些青年 经过十几年的教育 他们已经与现实社会隔绝了 除了打游戏 找男女朋友 他们没有特别擅长的东西 在学校里面学的专业 回到农村 几乎也是完全丢弃了 我们不知道这个政策 它最终会带来什么结果 但是一场社会混乱 它是避免不了的